我認識的我們這位 申宏昌公司的江松化董事長 他就做到這個經濟 他以善 他釋善 他行善 他們公司有兩個擬眾員工 年輕人 兩個為了iPhone手機 兩個吵架 最後打起來 按照他們申宏昌公司的規定 要開閣 這個案子送到江松化先生的手中 要批 要批的時候 江松化先生就把這兩個擬眾員工招見 問他們說你們為什麼要打架 兩個人都說他偷看我的手機的信息 那江先生就說 你們兩個都沒寫地址規 因為 因為他都是用地址規跟泰山桿一篇 還有兩丸是信 在他們公司實施傳統文化的聖賢教育 那最後江先生就跟他們講 他說你們兩個再考慮看看 你們回去抄 撥了不容易多薪金 抄薪金各108遍 抄完再跟我講要不要遲 那經理沒有把人管好 抄54遍 最後這兩個女眾員工 抄108遍 的薪金 回來說 報告董事長我不遲 這就是什麼 江董事長告訴他們 要以善 事善 行善 所以後來他也叫他員工抄不願人 抄不願人 王善人的不願人 王宏宇先生的不願人 他叫員工抄那個 王宏宇先生的不願人 每抄一篇 抄一部 可以給500塊台幣 這就是他在教員工 以善 事善 行善 所以我們在最 最一篇的最後一段 裡面有跟我們講 天下自大萬事自圓 雖萬手萬目以救濟失事 而由未屬也 故罪己者為交人 就這個意思 你不一定當到聖賢才要教人 那其必聖賢 或能教人宰 你說我開悟以後再來教人 就是聖賢就是你開悟了 他說不用 他這裡面跟你講說 你沒有辦法 因為不可能每個人都要等到開悟 他說你現在就可以開始做 怎麼做 他說你聽到善事就高興 看到善事也快樂 你常常跟人家系數說好話 跟人家談好的事情善事 說善的果報 弘揚善的書籍 這樣就在教化了 這樣就在教育了 那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在這樣的轉變 會改變 會改變對方的心態 會改變對方的習氣 會讓對方斷惡修善 轉迷為悟 你藉這個音臉 可以讓對方轉迷為悟 就像江董叫他的言公 超心經 超心經是什麼 超心經就是談善事 就是束善言 就是不善事 江董他讓這兩個吵架的言公 希望他們能聞到善法 接近善法 就是聞善這喜 結果這兩個言公改變了 兩個不僅沒有變成仇家 也沒有變成冤家 也沒有離開公司 他變成一個好人 把他們兩個之間的惡言 江董透過超心經 把他們改變 把惡言轉成善言 這就是教化 這就是教育 所以進攻法是說 現在小家庭沒有大家庭 大家庭必須靠企業家來教 就是這個道理 那中間會有什麼變化呢 這一段裡面告訴你 中間轉以靈巧 機關妙佛 自有意境意境處 極致變化恰合 而不致之也 什麼意思呢 江董透過這兩個言公 超心經 告訴他們善法 告訴他們要做善事 說好話 告訴他們要珍惜福報 中間這兩個會喚醒 會懺悔 他會轉以靈巧 會潛移默化 他會改變 他會回心轉向 他會喚醒 會懺悔 這中間機關的妙佛 那中間機關的妙化 機關是哪裡呢 機關是這個小女生的心念 他把誠恨心放下來 生歡喜心 這叫機關妙佛 他改變 那你不斷地這樣去修 不斷地進步 自有意境意境處 你就越開發信德 越斷掉习氣 越激越多 越激功累德 變到最後的時候 其次變化恰合 最後這個人變成大善之人 完全變成一個好人 他自己都不自知 他自己都不曉得他改變這麼快 這就是 你在這個地方 要透過這個教育 就是老和尚講的 四次世間 大聖大賢都教我們修心 所謂從根本修 根本是什麼 根本是心 所以我剛剛講這個公案 這個故事 江董就是用佛心 他用佛心 才會把這兩個吵架 打架的員工留下來 叫他們操心經 改變他們的習性 開發他們的心性 開發他們善良的一面出來 這叫做佛心 他跟一般企業家的人心不一樣 那麼這兩個 女眾員工 他的心也是有佛心 他是因為喜氣太重 障礙了佛體 所以要從根本修 就是從這樣去修 所以佛的心 我們在經論裡面得到 不容婚好不善夾雜 這是佛心 所以你在面對任何禁忌的時候 你在對待任何人的時候 你不能有任何不親近的 一個夾雜的惡戀產生 你如果有一點點夾雜的 不親近的惡戀產生出來 你的佛心就 被煩惱吸氣葬住了 你的佛心就不能顯現出來的